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赎排在了几乎所有电影里面的第一位 那应该讲所有人都认可一点 那个电影表现出来的是对自由的渴望 而他对自由的渴望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 主人公是被冤枉的 而被投入到监狱里面 而监狱里面主管监狱的警察是坏人 可是他是利用国家的法律的名义 好人成为了罪人 坏人成为了代表国家的概念 在这样的磨难之下 作为一个个体的被冤枉者 如何从那样被禁锢的环境当中逃脱出来 而这个电影在当时他刚刚排出来之后 并没有在西方社会引起多么大的反响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却引起了反响 我相信是跟每一个人 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观看者 他将心比心 把那电影中的那样的故事 完全跟今天的中国社会等同在一起的时候 就发觉今天的环境 就是那个电影里所真实描述的 好人成为了坏人 好人成为了犯罪者 整个国体成为了一个大的监狱 而掌控权力的人却以国家的名义 而这权力者本身却是坏的 所以所有的人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人 在纷纷的外逃 有钱的人用钱买出去 没钱的人要跳海跳飞机 而某些人因为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他把自己变成外国人 然后他又要欣赏这个权力 利用这个权力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高喊着爱国 而他拿的是美国的身份证 加拿大的护照 澳大利亚的驾照 那作为这个社会环境当中的 这个电影的本身的一个真实现实的反应 几个小时前 谭作人被释放了 谭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在这个环境下 以国家的名义 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给他判监入狱了 而这个好人 只想维护人的尊严 因为他想知道在2008年 在大地盛时到底有多少孩子死了 而孩子的死却以这个国家直接相关的 因为这个国家盖的学校 这个学校塌了 而当官的住所呆的办公室却牢固如初 这就是邪恶 我相信确实有一笔 而谭作人出狱呢 形成了国际社会当中的一个大的 中国的消息 BBC报道这么说的 四川汶川地震维权人士 谭作人刑满出狱 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的四川维权人士 谭作人刑满出狱 那维权人士和律师的消息称 谭作人已经与妻子王庆华团聚 那比较实施的报道是在推特上有报道 那最早在推特上发出了消息 转出来的消息是四川的作家 阮云飞发出来的 他当时代表了谭作人的太太 王庆华发布了这个谭作人出狱的消息 说两个人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那香港媒体拍摄到据称是警车 把谭作人从监狱接走的状况 他有两个女儿 那现在他并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我看推特上有一个人拍了一张照片 说雨伞还在梁台上 说明他们没有回家 这是一种暗语了 那有消息讲呢 谭作人呢应该是先回避公众 因为他现在还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还在权利被剥夺期间 那他们据说转到重庆去 一个秘密地点 因为刚刚从监狱出来 那不想跟这个时候 不想跟整个的媒体有所接触 而作为他的太太 王庆华呢据说有表示 维权将在继续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尽管出狱了 那谭作人依然会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报道另一篇文章 这么说的 曹顺利尸体不见 国际特赦称当局想掩盖真相 而腾彪援引见过曹顺利律师的人的话说 曹顺利女士去世时身上青一块子一块 那他又把这个曹顺利这件事情整个恢复了一遍 恢复了一遍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围绕着曹顺利呢 在国际社会当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包括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呢 有很多人拿着曹顺利的照片进行快闪 来表示对曹顺利的尊重 同时是对共产党的唾弃 这就是围绕着这件事情 我觉得形成鲜明的对比 几年前的谭作人和几年后 今天我们看到曹顺利 共产党从来没改变过 这个制度从来没改变过 对吧 萧生克的救赎 他是以个体的方式突破了监狱 他以个体的方式 他是逃出了监狱 用他的忍耐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聪明 而他掌握了邪恶 作为邪恶权利的个人的资料 来作为他的整个过程当中的 他自身的一种 不知道应该叫救赎也好 叫一种回报也好 你怎么叫的 而他几次 三番五次的把情况往上报 上面并没有答复 就跟今天的中国的环境是完全一样 其实他表现出来就像十二年威奴一样 个体的人在抗争制度的时候就感到难处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好人的沉默 而不是坏人的邪恶 而好人的沉默相当于助纣为虐 而当好人真正觉醒的时候就是拒绝邪恶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某些人出于自己的私利持续的沉默下去的时候 我就想到另外一句话 出门混做了就得还 出门混你看到了邪恶的事情 你保持沉默 这也是你的选择 而你的沉默助长了邪恶本身 你就要为你的沉默而偿还 因为你做了助纣为虐的事情 天地间对人是公平的 五千年中国的音乐和舞蹈 在一晚 美丽的不坏的精神 一爆发的色彩和声 山东平渡众火案 这个开发商为了抢土地把人烧死了 这件事情有了最新的发展 法广报道这么讲 山东平渡众火案 七个嫌疑犯被刑拘 这是讲包括村主任承包商等人 四人纵火 七个嫌疑犯被刑拘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现实的状况 我个人的说法 其实这件事情呢 它就具有代表性 它是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做法不一 对吧 压死人呢 前进案就是 其实就今天的这个 这个平渡的事情 其实就是前进案的一种 一种翻版 一种延续 仅此而已 对吧 为了抢 为了挣钱 杀人 很简单的事 就像踩死一只耗子 就像踩死一只耗子 所以我曾经形容过 大家去看十二年为奴 我不知道国内眼没眼 十二年为奴 在社会制度的层面本身 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对吧 有权利的人 杀一个人 就是吹个炮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这样了 也没什么过得可说的 那与此同时呢 有朋友在我的这个Facebook上呢 贴了两张照片 他转载过来的 这个照片的原初纸呢 是在美国的白宫 那我们看照片 他说什么 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 讲奥巴马的夫人呢 这个 这应该是看起来的样子 像是在最后 他的成都附近了 这个川藏的边上了 在学太极拳 我们知道看到 太极拳的这个旁边 这几个孩子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全是假的 组织这些孩子 做这场表演 让米歇尔过来参观的这个人 就是水货的水货 你弄俩白胡子老头 这么一晃 人说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太极是道家的 道家的很多东西 他都是单奔单练的 对不对 他真正深随的东西 是内心的这种道 内在的内心的约束 内心的那种瓶颈 米歇尔另外一个举动就是 他特意最后离开的时候 吃了一顿藏人吃的饭 那他接受了一些 所谓藏人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这东西呢 我们就没办法说 人家是真 人家是假了 让我想到的就是 米歇尔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无论你是藏传佛教也好 还是你张三丰的道也好 他是自己真正对自己创始者神明的看法 那样这样的信仰的创始者 在这些追随者的心中 他是神 他是佛 他是道 在共产党的这种框架之下 把道 把福 归为他自己宣扬共产党的手段 大家想过没有 米歇尔可能不在乎你 谁去组织这个活动 和你说什么 他的活动本身 就让你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 表现出来 因为你亵渎了那些信仰者 他们心目中的道与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